大家好我是小庄 今天是2021年的6月7号 中国的高考日 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广州白云山风景区 那么我现在在它的西南口 大家看到了一早就有很多的叔叔阿姨 在这里跳中国式的广场舞 那么我现在是在白云山的西南口 我准备从这里上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我既熟悉又陌生的白云山 大家知道啊这个现在广州的疫情还是相对的有点严重的在某些区域那么啊所以进公园呢必须要严重的 也要戴口罩然后测体温 然后给他们展示呃这边叫碎康码 就是类似那个健康码一样的 然后出示给他们看 然后呢通过手机的微信或者支付宝直接扫码 呃付款就可以进来了 也是很方便的 那么现在赶紧上山吧 师傅我可以问一下这个机子叫什么机子这种东西 通机我可以看 汉机就是打把地打平的那种是吧 打井 打井 汉机小气高度 从 嗯 冲击汉他这个叫 哈哈冲击汉我看到了 谢谢 白鱼山这里呢这个路啊除了有这个水泥地铺的那个路 呃便于行走以外呢其实他在旁边也开了一些自然的小道 你看中 所以呢呃让大家踩踩土更接地气所以我也来体验体验还是不错的 当然他这个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不是呃像那个水泥地铺的路的那么长 他就是一个区域有这么一小段可以呃让大家如果说走那个水泥路走逆掉呢就可以走走这个呃森林小道 然后呢其实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呃呃坟墓的就是在中国我们我们叫青山白发现在 呃看就比如这边 不好意思我只是路过 路路 一段路我走的估计也就是50米左右吧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便成为了一条路 可能是这样子 我不确定啊我只告诉大家 有水泥路可以走也有 这种 唉 自然 灵婴小道可以走 ok 停整休息一下 大家知道大早上的在这种公园的地方景区的地方基本上是呃大叔大妈呃那么呢他们的话题呢现在基本上是逃不开疫情关于疫情的话题 在这种公园呢会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些你会看到一些呃同你一样登山的人背着小音箱其实我也背着小音箱然后呢他们就放他们喜欢的音乐那么刚才我碰到一个人正在放Beyond 所以我就拍了一下小音箱所以我就拍了一下飞 在公园的步道里面也有这种开放半开放式的洗手间厕所 其实我很喜欢像新加坡还有这里这种公园这样子的厕所 因为比较通透比较通气 比较自然 新提示毒蘑菇可致命 勤勿采食 民间流传鉴别毒蘑菇的经验与土法并不可靠 如本地一种毒蘑菇致命白毒散 外形与一些传统的食用蘑菇十分相似 极易引起勿食 好的 又学到了一个 不要采摘 食用毒蘑菇 那么在白云山上面还有很多的文物古迹 就比如说一些年代久远的坟墓 那么在这些文物古迹的上面 会有一些相应的二维码 大家可以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来获取相应的信息 甚至有中文普通话 以及粤语的解说 有中文物古迹的坟墓 对于是一维码 有中文物古迹的坟墓 非常有中文物古迹的坟墓 在这个白银山的公共厕所里面 我发现他们的洗手是踩在那里做出水 比较脚踏出水 我们试一下 嗯,很好 现在是10点51分 距离我刚才从白银山的西南口 那个柯子岭那个入口进来 走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两个小时了 我是逛拍逛拍 所以花的时间比普通的游客 可能要稍微久一点 如果你来的话 不停的直接爬 可能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那么现在我身后这位置呢 就是摩星岭 从这里进去呢 就会抵达白银山的最高峰 那么这个摩星岭这里进去呢 要另外再付5元钱的门票 现在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就是摩星岭 那么现在用在高峰的车位 那边来的车位 就是一分钟 就会接着 那边来的车位 因为把这个车位 那边来的车位 到那边 是有点车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登顶成功 经过三个小时50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终于登顶了 我现在位于白云山的摩星岭的顶峰 这里海拔是382米 比起其他的名山大川来说 白云山不是很高 但是这里算是城区里面 非常高的一个制高点了 通过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视野非常的广阔 可以进览绝大部分的广州城市的天际线 那么这个山顶 其实一路走上来很容易走 它有水泥地 然后也有一些小的树林 你想穿的话也可以穿 那么今天是高考日 刚才我在摩星岭的入口顺利也耽搁了一个多小时 我是爬了三个多小时到这里 那么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爬山的话 其实我觉得一个多小时可以登顶了 我刚才在摩星岭的那里呢 大树底下乘凉 然后休息了一会儿 顺便还帮来往的路人拍拍照拍拍视频 耽搁了一个多小时 如果你自己来拍的话 一个多小时肯定够了 爬到底 那么对今天还是高考日嘛 高考的第一日 刚才碰到一些妈妈团 高考妈妈团 他们把小孩子送到考场以后呢 就到这里爬山拍照 感觉还是很惬意啊 在这里呢我也先预祝一下 参加高考的这些Z世代的年轻朋友们 Generation Z 祝你们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好的 这个视频最后 就让大家欣赏一下 我刚才沿路爬上来的这个 广州城市天际线的景观 通过不同角度 最后再补充什么信息呢 反正白云山也没有那么高 来这里呢也很方便 可以通过公共汽车 或者是地铁 它有几个不同的门 北门西门西南门南门 都可以到 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然后门票呢就是 金大门票是五块钱 然后若你要到我这个位置 就是制高点这里 这里叫摩星岭 另外要再付五元钱的门票 今天基本上人不是很多 因为是礼拜一 另外就是 我现在是早上一早来 然后现在是正午时分 大家看到我这里 基本上没有人在这个天台 天台在这个制高点 不过对还是很惬意的 所以最后送大家一去 我刚才看白云山简介看到的话 就是 白云山上白云飞 白云山下白云福 谢谢大家的观看 thanks for watching 多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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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说一下 最后这段路实在太远了 如果你从西门出来的话 从山顶下山 往西门这边 从西门出来的话 至少要走一个小时 不过这个路 不过这个路很好走 是平的 有车道有步道 但是就是感觉真的很远 我走了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这就是白云山的西门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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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视频